什麼是前端框架呢? 我已經在社團上面貼了幾個主要的前端框架 這個按年代來區分 比較早期的一個前端框架叫做Backbone 這個應該2010年左右就有 所以像這篇文章是2012年 那時候已經出來一陣子 有人開始用 後來Google又出了一個前端框架 因為Google本身開發Web的東西很多 所以他絕對需要一個框架 不管是後端還是前端 後端如果已經很好用了 Google就不用每次都自己開發 但是前端的部分其實一直都是很複雜的 而且前端目前看起來是越來越複雜 所以 他框架就有點必要 那 各位不知道有沒有聽過一個東西叫做MVC架構 幾乎所有的前端框架都是 都是這樣一個 一個套用的架構 裡面 OK謝謝 那我們 我們稍微可以看一下 他這一個MVC架構到底是什麼東西 所謂的MVC架構大概 M就是Model模型 MVC架構 V就是視圖View C就是Controller 控制器 透過這三個元件我們可以把 模型和視圖 兩個盡量分開 然後中間用控制器去控制它 OK 所謂的模型是什麼 模型就是你的資料 那就是你JavaScript裡面的那個adget的那部分 那 視圖 視圖是什麼呢 view 他就是 就是 呈現的東西 那在 在Web架構裡面所謂的view 通常就是htm 所以一個JavaScript 你可以把它看成在 Json Json你可以把它看成在Model Vue裡面 那 那個 HTML你可以把它看成在View裡面 那當然CSS也算是View的一部分 因為它要讓它呈現得漂亮一點 但是 但是架構沒有變 只是漂亮一點 所以 CSS和HTML都視為View的一部分 那再來 控制器 這是重點 就是你把兩個都分開了 那如果它兩個之間互相都不認識的話 那你就得要有一個東西來操控這兩個之間的 連性 所以這個 叫做 Model View Controller 的架構 那 所有的前端框架幾乎都會造 這樣的架構 只是 多少 程度的多少 還有它怎麼設計 它的設計裡面如何 都影響到 前端框架的使用方式 那這裡有牽扯到很多 這裡稍微有介紹一下 這個前端框架的架構圖 它說 你是使用者 那你透過View 你看到的View 你看到的就是HTML和CSS的那個世界 對 呈現出來的結果 然後呢 你會跟 控制器做互動 所謂控制器是什麼 就是你HTML裡面有個按鈕 按鈕按下去之後會動 那個 那個程式嘛 就控制器 OK 那 透過控制器你可以去操控你的模型 那模型就是 Json 就是JavaScript裡面的那些物件 然後 如果你今天 透過控制器對模型 做操控 譬如說你有修改 那這裡通常會有 CURD 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所謂的CURD 就是新增修改 刪除查詢 不是這個 這個字 這百度的 這個是我們要講的CURD CURD代表 創建 更新 讀取 和 刪除 那其實 資料互做的就是這些動作 那 檔案呢 通常也只有創建更新讀取刪除也都有 好 所以 只要是儲存體 幾乎都會做這些動作 所以我們 一個 一個model 其實通常必須要 需要支援這些操作 那這是CURD 那只要你做了 CURD的動作 其實就是 你對這個model做manipulate 就是對他做 CURD的動作 新增修改刪除查詢的動作 對 那 做了這些動作之後呢 可能你有修改 你有新增 那model就會改變 就會多一筆 或者是 內容會改變 一旦改變之後呢 我們會希望說這個model會反映在 view上面 因為回到前端 不然你 改了之後沒有人知道默默在資料庫裡面消失了 那不行啦 對 所以 改了之後一定 他在資料庫裡面 那有幾種可能 一種是你下次 重新整理的時候就會看到新的資料 第2種可能是 你馬上就通知這個 前端程式然後讓他再新增一筆資料 OK 那這都有可能 那所以 透過這樣的模式 這種叫 設計模式 MVC是一個非常經典的設計模式 那透過這樣一個模式 我們可以把資料的歸資料 呈現的歸呈現 那最後用控制器 把它統合起來 那這就是MVC 模式的 想法 那 在 MVC模式底下 我們現在所有前端框架包含 Backbone 包含 Angular 包含 Backbone Angular 或 React 那這三個都是屬於 屬於 落在 MVC模式的前端框架 那 Backbone是 比較早的 2010年 好像就有的一個前端框架 那 是很標準的 MVC模式 它的Model 裡面有 Model 和Collection Collection Model 在它裡面代表的是單一個 物件 Collection 代表是 一整個集合的物件 一整群的物件 同一 同一型的 同一型的 一整群的物件 那 Backbone裡面的View 就是用來 用來操控 HTML的那部分 那它也有樣板 Backbone的樣板是跟 Underscore搭配 那 Controller 就是 它有 就是整個應用 另外一個是 Event Event 事件 透過事件來 來觸發 驅動 一些動作 好 那如果你真的想要了解 前端框架的架構的話 我是蠻建議你 先從Backbone開始 先從Backbone開始 不過 或許 更簡單的是從我這個開始 那因為我 昨天 昨天還前天 這兩天開始寫 那總共也才100多行的 的程式 那因為ES6幫我做了很多東西 所以那些我都不用做 那結果寫起來發現 好像100多行就可以做 所以我就想說 我不應該再去使用那麼複雜的前端框架 好 那另外兩個呢 是比Backbone更複雜 Backbone其實還算簡單的前端框架 Angular真的 它和React他們都做了一些非常 詭異的動作 那這些詭異的動作 也正是他的特色 那Angular做了什麼詭異的動作 我們先從 從那個 從頭過來看 先看這個 Backbone Backbone 這個 前端框架 那它 這是 範例 它主要是會有 你看 Backbone.view 它有view 視圖 然後它有model 就是 模型 資料 而且它有collection 集合 然後呢 它再透過 這個 主程式和事件 去對這些 這些model 和view 進行操控 這是 Backbone的做 我們不詳細看 我們稍微介紹一下 那接下來我們看 另外這個 Angular Angular比較 奇特的地方 我給各位直接看它奇特的地方 Angular比較奇特的地方是它在像這樣的HTML語法裡面 它會加入像這種兩個大光光的東西 那基本上你就很 感覺它就是很像樣板 但是它的樣板卻是在前端 而且 而且它是可以操控它的樣板 那 它譬如說它裡面可以在 這個 NG NG Repeats 裡面 選擇說我把這個樣板重複幾次 或針對這個collection整個重複一遍 那所以 它其實是 在前端做了一個 類似小的解憶器或編譯器 好 這就有點詭異了對不對 在前端做了一個 小的解憶器或編譯器 這有點詭異 那你如果 去看它的官網 應該會 會 看到一些 資料 你看像這一個例子 它一開始 在 在這裡它有寫 NGAPP 代表它是一個 ANGULAR的 應用 然後在這裡它寫 NGMODEL 代表說這是一個 ANGULAR裡面的 MODEL 模型的 資料 然後呢 然後呢 這裡寫URNAME 就代表說 這是你要把那些資料再抓出來 丟在這裡 呈現 那這就是一個 比較 奇特的做法 那這裡還有一個更大 你看 這是一個 叫 TODO 就是說 TODO就是 就是形式力 形式力 然後呢 你看 NGAPP 然後先引入 引入ANGULAR之後 然後引入自己它的TODO的 的 程式 然後呢 OnClick的時候它就叫 TODO LIST ARCHIVE 那這裡有一個 NGREPEAT 他說 To do in TODO LIST 他這個 就 就很明顯的看得出來 他其實在做回圈 他這裡在做回圈 這個回圈會怎樣呢 會把這個Li 給重複展開N次 看你TODO LIST裡面有多少個 TODO的記錄 就會展開幾次 所以他在裡面其實 很奇怪的 他在 HTL裡面 給人家簽了一個解憶器或別憶器 讓他可以去 把程式寫在這個屬性裡面 有點詭異 然後程式也可以寫在這裡 就像樣板一樣 靠進去 所以這裡 是那個 Angular 設計的特徵 你可以看到這裡 TODO LI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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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MEINING 他可以在這裡呼叫程式 在HTML裡面呼叫 JavaCity 所以這裡 其實你看到 它的 NVC架構 我們剛剛看到的 NVC架構 Angular Angular是做了什麼事 Angular 他的事情是這樣的 Model 本身 是 不知道 View存在 Model本身不知道 View存在 那 所有的 動作都是由 View來 操控Model 從View裡面透過Controller來操控Model 應該這樣講 View裡面的Controller Controller是誰 View裡面的Controller就是剛剛那個NGREPEATS 那些東西 View裡面的Controller 來操控Model 所以Model絕對不會 自動去 取用View 但是一旦Model有改變的時候 View會自動變 所以這條線雖然不純 存在 它不會去做這個動作 但是它會自動變 因為後面的Controller已經幫你設好 就是Angular JS 所以它整個設計理念其實是 採用 View塗控 然後 透過Angular 操控Model Model會自動 透過Angular反映在View上面 這一條線 不存在 這一個是 Angular的設計 裡面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看的是更詭異的 Angular是Google出的 Google出的 那我們現在看更詭異的是 Facebook出的 Facebook出的 東西呢 叫做 React React.js 這裡有一整本完整的書 但是你把React.js 只看成React是不對的 React只是其中的一個元件 React.js其實是一整個生態系 包含 Facebook自己出的Flux 還有人家OpenSource的Reduce React.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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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React.js 還可以讓你 用來寫手機APP的程式 也就是說 他已經不是 不是網站 他就讓你可以原生的在 在那個人家手機裡面 之前 好 所以這裡 我們不要看太複雜 我們直接先看一個 城市 這是 如果你前端 做了 越來越複雜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東一塊 西一塊 每一塊呢 我都要知道他的位置 知道他的 他的 元件裡面有什麼 什麼元素 那你要用JavaScript 去操控這個 那你有一個HTML 有一個JavaScript 你常常要對來對去 對來對去 你說 到底那個東西在哪裡 腦袋要想半天 所以 這樣子就不是很好 你這樣常常要對來對去 就不是很好 因為對腦袋來講 是個負擔 最好的程式設計環境 這是對腦袋沒有負擔 你寫程式就像吃飯一樣 然後行雲流水 這不是很好 可是問題是 如果你腦袋一直要去記著 哪裡有個什麼東西 那你就有負擔 這樣子 其實 當你有負擔的情況之下 腦袋一直在記那個東西 你就沒有辦法 很順的寫程式 好 所以呢 Ri-Alt 就提出了一個解法 這個解法跟Angular 完全相反 怎麼樣相反 你看這個 這個看起來像HTML 對不對 他把這個東西 遷到JavaScript 怎麼說 看這裡 這明明就是一個HTML的 而且還用了ES6 Return 就算 後來的ES6裡面 有 模板 字串 模板字幅串也要加上模板字幅串的這種引號啊 他有加嗎 沒有 那這個東西怎麼合法 所以他不是 他不是模板字幅串 那他是什麼 再來看一個 這個 他不是模板字幅串 這個不是模板字幅串 這種通通都不是模板字幅串 但是他都可以跑 這當然是 要加上一些東西 加上什麼東西 當你引入了React 通常你還會再引入一個叫JSX 那個JSX 它是一個 把 這種 像HTML的 SML語法 把它自動轉成JavaScript的一個程式 所以他在裡面做了一個 編譯器 好 怪吧 那 所以呢 你的 看到這個 他還 有一些 蠻厲害的地方 就是說 因為你每次如果這樣做的話 你每次輸出一個東西到畫面上 那整個網頁 你需不需要全部重繪 那React 他做了一件事 他會自動比較那個差異 然後只重繪差異的部分 那這就做得非常非常複雜 所以你看這裡 這明明就不是 JavaScript 但是卻直接寫在了JavaScript裡面 因為他裡面做了一個編譯器 這個編譯器叫 JSX 讓你可以使用 HTN5000在JavaScript裡面 所以他到底在幹嘛 我們回到這張圖 剛剛我們看到說 Angular上面呢 是 View跟Model中間這條線是斷開的 好 那 Model呢 任何的改變都會透過Ctrl的反應到View上面 那是Angular 那View呢 想要做什麼改變 透過像NGRepeats 那他可以重複的顯示Model OK 這是Angular的做法 那剛剛React做了什麼事呢 React在MVC模式裡面 只相當於View和C而已 VC 那而且View的成分比較大 為什麼呢 你看 View 這個就是剛剛 我們 我們的那個組程式是Controller 對不對 但是他把View綁在Controller裡面 那讓你可以很容易的用Controller 去呈現View上面的 任何東西 或觸發任何反應 當他要重新Render 重新呈現的時候 他就呼叫Render那個函數 去呈現 所以這樣子的話 就變成說 React其實是把View 遷到JavaSquid裡面 把View遷到 JavaSquid的Controller裡面 所以整個React是一個Controller 但是他把 HTML遷進去 所以這裡就看到了 這是一個Controller 這是一個Controller 對嗎 這是一個Controller 這都是Controller 這都是Controller 而且呢 他就把HTML都遷到裡面 好 所以 這樣子我們就很快的把 三個框架的理念講完 這每一個框架我沒有用過 沒有我都只看程式 然後 我後來就決定不用 因為 太複雜了 我覺得 有必要搞得這麼 複雜嗎 我一定要在裡面搞個 Compiler 把HTML Compiler成JavaSquid 或者 搞個Interpreter 把HTML裡面的 元素 抓出來當回圈使用嗎 我覺得 好像太複雜了 那可是 不代表 我這樣子講 對的 就是我暫時還不想 去碰這樣的 複雜東西 因為 因為你每一個都是一個生態系 你碰下去 你可能得花 半年一年 你才有辦法熟悉 所以 不是那麼 那麼容易 那 因為我現在發現 我已經有ES6了 我其實不需要 這麼複雜的前段框架 因為ES6本身已經做了很多事情 那我只要 透過ES6再加一點東西就好 那所以呢 我就自己設計了一個 F6 Framework 6 ES6的Framework 好 那我們就來看F6 到底是什麼東東 那我們先把 這個 下載下來 這裡 防止 那我有做成NPM套件 不過因為我們要 執行範例程式 所以我們用 GitChrome 把它下載下來 好 那我們就用GitChrome把它下載下來 Clone下來之後 就會有一個F6的 資料夾 對不對 好 那這時候 我們要做NPM 那請注意 因為 我現在是以開發人員的 角色 我會去 執行一些測試範例 所以我 Install的時候我加DEV 這原因是 他會安裝 開發的套件 DV option DV option Deprecated 所以DV option 已經 不能這樣用了 要用 Only 等於DV 所以 沒關係 先試試看 DV option 那這時候呢 應該裝進來 那 我們來試一個 好 這裡 我 啟動一個SERVER 這個SERVER 照慣例 我們還是放在3000 OK 然後呢 我們 放在哪裡呢 我也不記得 我們稍微看一下 這個F6 我們把他拉過 放在哪裡呢 在這裡 好在這裡我們在web底下 有一個ES1DOM 我現在要 看這個MAN 看這個MAN 所以呢 我應該 ES1DOM的MAN OK 不對看一下 ES1DOM MAN.html ES不是ES OK 好這一個 這個是一個範例 那這個很簡單很簡單的範例 示範 這個F6 怎麼用 那你看這裡有個按鈕 我按下去之後 它的基數 部分不見 只剩偶數 那這是我故意做的 我在測試這個前段框架 在做節點操控的時候 是不是正常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樣一個程式 這個程式 好這一個程式 主程式 還是在MAN 裡面 但是一進來 你看 一進來 他 就定義了一個叫MAN的東西 而且是 async 用async 代表沒有 ES6語法 所以你的瀏覽器 如果不支援 是ES6語法 這個 這個網頁執行 就會出問題 但是有別的解決方式 我們待會再看 我們先看 OK 那 我定義了一個 async 的MAN函數 那async的 函數 執行起來 你可以 因為你可以用await 所以你幾乎都不需要用callback 你就可以 就可以 照著傳統的做 寫法來寫 寫程式 不需要一直用callback 好 那我這裡做了什麼事呢 我一開始就執行MAN MAN就是他 所以我去await f6.ajax 他會用ajax的方法去向伺服端發出什麼 發出請求 發出get請求 而且 把plugin.html載入 載入完之後呢 就放在plugin.html這個字串裡面 plugin.html 然後呢 然後呢 我把它掛到plugin.html上面 plugin.html是誰 是這個 所以我把這個html 掛在這裡 我一旦掛在那裡面之後 它就會顯示這個plugin.html的name 問題是plugin.html有什麼 注意這個plugin.html 它裡面就只有這樣 一開始是一堆high 一堆high 然後有一個按鈕 我們稍微看一下 這不就是 一開始是一堆high有一個按鈕但是那些high都被我改掉 為什麼會被改掉來我們再繼續往下看 我 await 在plugin完成之後我又await f6.squid load squid load就是載入jarsquid squid load plugin.html 我載入plugin.html 這個plugin.html裡面到底有什麼呢 我們又得再看一下 plugin.html 我現在把剛剛的那些 右端的全部關掉 我們看plugin.html plugin.html裡面有什麼 它有 這樣一個層次 這個層次碼會被載 載入 而且載入之後javascript就會自動開始執行 他一開始把i設成1 然後他去選 這個f6.0其實就是選擇那個節點 警字號代表說是id id等於plugin的那個 元素 裡面的div plugin.html裡面的div 我通通都要 選出來之後呢 把每一個都改成i等於i i 然後再把i++ 所以這樣一開始是i等1 接下來呢 第二次就i等2 第三次i等3 所以你才會看到剛剛的這個畫面 i等1i等1i等3 為什麼我本來是i等1i等1i等2i等3 為什麼我本來是寫hi 現在卻變成i等1i等2i等3 因為 他載入了那個script而且去執行 因為他載入這個script而且執行 而且是 動態的從後端 我們用adjust的方式 剛剛有一個用adjust 但是有一些是直接 直接用那個 那個叫什麼 我 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看看 看一下 這整個f6的原始碼 f6.js的原始碼 這個原始碼其實很小 f6 這是一個node的模組 但是我用browsify把它轉成前端可以用 那 它裡面有一些函數 像lout go 1 all 剛剛 我們之所以可以取得 我們有時候是用1 只要取一個的時候我們用1 要取所有的我們用all 其實我什麼事都沒做 我其實只是呼叫了document.queryselector queryselector 現在html模型裡面 所有元素都具有的一個函數 queryselector 它會取得這個 這個原件底下 所有符合這個 條件的 元素出來 那這個東西相當於什麼 在以前我們必須要使用 jQuery 去查出節點 然後再對它進行操控 現在有了這個東西之後 是不是還一定要用 jQuery 目前我的感覺是 可能不需要jQuery 因為queryselector就扮演了jQuery 的功能裡面很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我為什麼還要用jQuery 我用queryselector就好 當然 在query 還有提供其他的功能 比如說jQuery 比如說 鍊式語法 但是 其實 ES6 現在的array裡面 或容器裡面 都提供了 鍊式語法 類似的東西 所以我們 不一定要用那個 那可是比較麻煩的是 你看 我每次都要打document.queryselector 是不是很常 所以 f6.1 比較短 queryselector 就是 這個是選出第一個節點 這個是選出所有節點 那我就直接f6.0就好 程式嘛 就不會那麼長 這兩個函數純粹只是縮寫 沒什麼用 不是沒什麼用 我沒做什麼事 但是很有用 一直在用 接下來 我寫了一個叫plugin的函數 他會做什麼事呢 他會把 這一段html 簽在那個元素裡面 簽在 第一個符合query的那個元素裡面 plugin進去 這個叫 然後 如果你想把某個東西隱藏 那你用f6.hi hide 因為他不會把那個節點 隱藏掉 hidden射程處 就會隱藏 如果你用show的話 他把hidden射程 uncified 就會顯示出來 所以你就可以透過這樣的 函數做到 顯示和隱藏的 動作 後面還有一些 這個是跟model比較有關 跟我們剛剛講 前端框架幾乎也都是 model view control mvc架構 但是我在f6裡面 基本上 我不太區分 mvc這些東西 反正我需要的函數 就行 那 以剛剛前面這些元素而言 他的角色都比較像view 因為他都在操控html 對吧 那這邊接下來 on的這個角色 他比較像 model 為什麼因為他說 啊這裡 這裡 這裡有bug 這裡應該 寫event 我寫click 這樣就寫死了 要寫event 寫錯了 那 把addEventListen 這個意思呢就是我加入那個監控事件 然後呢 當這個物件的 click被按下去的時候 或event被觸發的時候 他會呼架f函數 有個bug 回去再看 接下來 Styleload 就是load CSS CSS載入 Squidload 就是load JavaScript JavaScript載入 那這裡 你會看到有一個什麼new promise的 這又是ES6的東西 ES6的東西 而且這個東西跟 async await的設計 有密切的關聯 我們一直還沒解釋 async await generate yield 這些的原理 但是我們就告訴各位 當有回覆的時候 如果那個韓式庫已經支援了 async await 你就在前面加上 await 去等他就好 那暫時這樣 可是下禮拜我打算 把這個主題講清楚 把async await的主題講清楚 所以下禮拜 的東西會 難一點 但是太早講 我覺得大家也接受不了 現在大家有疑惑 而且疑惑可能已經到了 很深的程度 我們來講 或許會 好一點 所以這個是載入Squid 接下來這個是Agex 就是我把他 用那個 遠端的呼叫 去呼叫伺服端 然後撈資料出來的東西 那你可以看到我一樣用了Promance 因為我這些函數 我都要去支援 async await 這些函數我要去支援await 所以我才這樣做 因為我想要在這個框架裡面 完全融入 ES6的async await 所以我得用Promance 我們用Promance 沒辦法支援async await 這裡也是 你看unready 也是 沒有Promance 甚至在這個 Initialize 就沒有 沒有這個 直接呼叫 因為他沒有 他沒有非同步的部分 他沒有 執行輸出路 直接呼叫就行 OK 到這邊為止 其實你已經把整個F6看完了 但是他到底在做什麼 我們得看程式碼才清楚 剛剛這個範例已經看過這樣 我如果按hide 他就會 做一些節點的動作 這個節點的動作 他做了什麼事 當我按hide的時候 他會呼叫 呼叫 那個hide art 可是hide art在哪 看一下 plugin.js hide art在這裡 hide art 他會呼叫這一個 OK 好 所以 他如果 在hide art被click的情況之下 他就會呼叫這一個 函數 那他會把 plugin box裡面 所有的DIV DIV類型的 結點 如果DN個 子代 他是基礎 CSS現在已經支援到這種 很厲害的語法 所以其實你幾乎可以從裡面過濾 任何東西 你使用那個 剛剛我們用那個query select all 那其實現在f6.0就是那個query select all 他已經可以過濾到 反正你 你這query可以做的 我通通都可以做 所以感覺沒有那麼必要 一定要 用這個query 接下來你過濾完之後是不是一堆節點 這個節點 一堆節點 他其實 是一個node list 節點 節點串列 但是 他有點像正列 他裡面也有for each函數 所以我就用for each for each的意思就是我每一個 這選出來的每一個節點都拿來丟到這個 函數裡面 去做一遍 那意思是什麼呢 當你用for eachf6.hide的時候 他會把這每一個 元素 拿出來的元素都隱藏掉 所以為什麼他會只隱藏基數 部分不隱藏側數部分 就是因為這裡 好 那剛剛這一段呢 這一段一樣 很類似只是他本來大家都是 第一個到第七個都是hide 那這裡卻是把他改成 什麼呢 改成 I等 1 I等 2 I等 3 I等 4 所以我們可以用這樣的 東西 用html內建的東西就做到 他要練士語法 那這樣 zQuery的練士語法 好像也就解掉 所以似乎沒有必要一定要再用zQuery 如果已經有es6的時候 已經有html5 有新版的javascript 還有es6 還有css3 那時候我們其實 沒有必要一定要用zQuery 好 那這是第一個範例 接下來我們來再看第二個範例 第二個範例 e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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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範例是啥呢 來看一下 es2是lauter 路由器 什麼叫路由器 這個詞在電腦領域常常會用 但是 不要搞混 這邊的路由器是軟體 程式上面 做路徑選擇的 那另外一種路由器是硬體 它是用來做你風包傳遞 那所以不太一樣 那不過兩個都是lauter 其實它做的事情都很類似 就是根據路徑來選擇 所以才叫路由器 叫lauter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例子 因為它是在es2lauter 一樣在man 好這裡 看一下 當我點hello的時候 它會 呈現是hello 當我點這個list的時候 它會呈現 list 請注意它說m1等於3373 你看這是list 3373 但是呢 我現在已經把它拆解了 說 我比對到的第一個參數 是3373 好 那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看一下 這個 man.htf 後面的我先把它關 F6不要關 關這兩個 好 它做了什麼事 你看我一樣用了sync 我前面有引路F6 前面有引路F6 然後呢 我用了sync 然後說 route如果是hello的時候 我就 alert hello 所以這時候如果我前面的這個 網址 的部分 這裡 是hello的時候 是hello的時候 我就會alert hello 如果網址是list的時候 我就會alert list 但是這個觸發呢 是在你 這裡有改變的時候 他才會觸發 你注意看 這裡有改變 他才會觸發 如果我點這裡兩次 沒有 因為這裡沒改變 如果 點這裡 有改變 我再點一次 不會有用 因為他沒改變 因為你點同一個兩次 他這裡不會改變 這個 警字號這個東西 叫做hash hash 感覺好像雜錯 就是資料結構裡面的雜錯 但是 這裡 hash 其實是書籤 這個書籤在從前的html裡面呢 是用來定位 一個網頁如果很長 譬如說他有五段 那你就可以用 書籤然後呢 選擇第1段的標籤 第2段的標籤 第3段的標籤 他會直接那個網頁 他會直接卷到那一個 書籤上面停住 OK 那可是在後來 web 發展技術越來越複雜之後呢 這些 地方 會被拿來偷用 什麼意思 當你是伺服端 不是 你是client端的層次 你把層次都搬到client端 你是用javascript去操控的時候 你就可以 用javascript來 根據說 書籤現在是什麼 我決定做對應的動作 那他就不再是一個傳統的 HTML裡面的書籤功能 而是 利用書籤來當參數 可以根據書籤來做對應的動作 可以根據書籤來做對應的動作 對 對 web上面的所有技術 其實 很多都是黑科技 如果你現在看 你聽這些名詞 HTTP 你現在知道HTTP是什麼 你只知道HTTP是前面這幾個字 HTTP HTTP S 是HTTP再加上S OK 那但是他的內涵是什麼 不是做網站的人 其實常常是不清楚 不是做網路的人 常常不清楚 那這還是跟網路有關的 接下來 這個是做網站的人才會知道 什麼叫agents HTTP 這其實又有一段黑歷史 HTTP HTTP 是微軟發明 後來變成標準 FORM 就是你 HTTP裡面可以填 填資料的那些欄位 那個叫FORM 但是FORM怎麼樣把資料送給SERVER 這又是黑歷史 黑科技 GET FORM裡面有兩種模式 GET POST 事實上不只兩種 現在還有 好幾種 Page GET POST Page 還有 那個跟HTTP的MESO有關 HTTP的MESO 有好幾種 到底有幾種 我大概只會用到其中 4種 最常用的就是 GET 和POST 現在還有 Delete PUT 和Page 但是PUT和Page 基本上常常都 是 只同一件事 所以呢 目前的MESO的 目前的MESO的步驟 那這個講 講的各位就會覺得 還有 其實還有很多黑科技 那 各位知道今年的圖靈獎得主是誰嗎 沒有在注意這種 但是念志工的人 我覺得應該 要看一下這個 今年的圖靈獎得主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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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今年的图灵奖得主颁给他不只是实至名归 如果他拒绝接受这个奖的话图灵奖因此而失色很多 你可以想想看如果物理领域没有颁诺贝尔物理奖给爱因斯坦 那诺贝尔物理奖会不会因此而失色很多 如果电脑领域没有颁他最高的奖项给听伯乐利 那电脑领域会从此那个奖项从此会失色很多 这个人是谁他还活着我而且这个就是他现在的样子 看起来没有很老他大概比我大个十岁左右 还没有很老比我大十岁大概五十五十几 可能五十五左右 他是Web的发明人 Timburners League 原本他是个程式设计师 那他的历史非常非常长 对各位来讲可能是很长远 对我们来讲会觉得是很简短的历史 为什么因为他在做这个的时候各位还没出生 但是对我们来讲那时候我已经上大学 所以在我上大学之后其实我还不知道什么叫Web 因为那时候1990年才刚开始发展 我1988年上大学 意思是我大三的时候这个东西才刚开始发展 而且1992年之前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个东西 知道的人非常少 只有玩家才会知道 而且1992年之前 大家其实连上网都上不了 根本就不存在网路这个东西 就是在台湾的一般家庭是不存在网路这个东西的 但是在学校有一些专用大主机 有一种叫做TailNet的方式 还有Govern那种东西 然后可以上网 但是那时候看到的网路绝对不是长这样 那时候看到的网路是怎样 你现在去看PTT 就是那时候看到的样子 所以PTT是从那时候一直流到现在 台大的PTT BBS BBS在全世界几乎都已经被淘汰掉 只剩下台大的PTT一直还是留着 而且使用人数还蛮多的 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 但是这就是他的文化 他就一直流到现在 而且很多消息 你现在还会 网路转载都还是从PTT来 OK 那这里 在听Bernary之前 之前只有PTT那种东西 只有BBS这种东西 你要去上BBS 然后你是用命令列的方式去连 你现在上BBS 很多人还是用命令列的方式去连 对 你是用命令列的方式去连 然后看到那个画面 然后全部都使用键盘 绝对没有使用滑鼠的空间 你上PTT应该会知道键盘上下左右移动 然后切下一页之类的 绝对你不会用到滑鼠 对不对 因为那个年代滑鼠根本还不普及 滑鼠一直到苹果Windows 3.1 也就大概1991年开始才真正进入 进入Windows的世界 那在这个之前 滑鼠苹果电脑的Mac有 那时候不叫iMac Mac有 那可是Mac的滑鼠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全路 Zeras这家公司来的 这或许我有讲过 好 所以 Tim Berners-Lee 他在做这件事情 不是凭空出现的 他其实1976年 取得学位 1980年 他就已经开始在建立一个叫引块的系统 然后呢 后来在1980年就在做了 他整整做了10年 他的引块的系统只在一个非常受限的环境被人家使用 一直到1991年呢 他根据引块的这种想法 他做了一个新的东西 这个新的东西 就叫做World Wide Web 他架了全世界第一台Web Server 提出了三个东西 URI 其实就是UIL 有些人认为URI跟UIL还是有区别 但是我不把它做区别 第二个HTML 第三个HTTP 他提出这三个时候 有没有JavaScript 没有 有没有CSS 没有 但是够不够 可以用 那时候的网页 绝对没有会动来动去的这些东西 那就只有文字超连结 没了 只有文字超连结 没了 好 但是做完这件事之后 他有无比的重要性 你们现在所看到的所有网路 都是从他所做的这件事情开始 没有他 Facebook Gmail YouTube 这些东西都不会存在 所以 他得奖 基本上是 给图灵奖一个面子 如果他距离 图灵奖会因此失色很多 那图灵奖一直不颁给他 我觉得很奇怪 因为图灵奖不太喜欢颁给 理论上没有很多理论东西的 但他这个东西没有什么理论的东西 但是他的实物 差很用 所以图灵奖其实后来慢慢的修正 所以他有颁给 像早期他有一次颁给 11元和UNIS的发明人 K&R Ken Thompson和Dennis Rich 那时候就有人争议说 这个没什么理论贡献 但他对实物贡献多强 10亿元加UNIS 你不颁给他 你图灵奖又会失色很多 那再来的话 后来他颁给 很久很久以后 大概2000年左右 才颁给 一组人马 那组人马 跟Tim Berners 同样重要 那组人马是谁 那组人马是 是Internet发明人 好 现在 你不要混聊了 现在所谓的HTTP 这是Web 另外那组人马 是Internet发明人 也就是TCPIP的发明人 所以如果图灵奖 没有颁给TCPIP的发明人 他是不是又会失色很多 所以这些实物上面的这些 最后是B的图灵奖 一定要颁给他 本来他都只颁给理论的 但是这太重要了 结果反而是这些 都让你觉得很重要 其他的理论性的得奖者 他对世界的影响力 并没有那么大 但是这个影响力就超大 好 所以Tim Berners 这是今年的图灵奖得主 所以这个他所发展出来的 你看1991年开始 他提出了第一个HTTP 这时候还没有什么Bone这种东西存在 没有Get 没有Post 没有Page 没有Delete 没有Form 没有Messor 没有Issue 但是 那时候就只有网页超连结 可以点 点了会换页 就这么简单 好 所以当他做完这件事情 一直迟到1994年 雅虎才出现 雅虎出现就是因为杨志远 雅虎的创办人杨志远 他是个华人 他在美国史丹佛念书的时候 念博士的时候 博士你是要念很久 我们念过博士了 念很久 那杨志远在念他博士 不知道第四年还是第五年的时候 他就辍学了 那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创办了雅虎 雅虎的股价 就跟现在的Google一样 比现在Google还高 所以他就辍学了 他们这些 美国的矽谷创业家 常常是这样 在大学 然后呢 哦 做了一件事 然后开公司 然后突然之间又大爆发 然后就辍学 那1994年 雅虎才出现 所以你看1991年 他就已经发明了这个 这三个东西了 1994年雅虎出现的时候 他所使用的科技是什么 也就只有这三个东西而已 雅虎刚开始出现的时候 绝对不是今天雅虎这个样子 雅虎现在也已经不是雅虎了 他又被另外一家公司给并 雅虎刚出现的时候呢 基本上 他最重要的是 他有 整个画面就只有像这样一排 然后有连结 然后你点了之后会换页 没有图片 没有这个搜寻 没有显示功能表 OK 没有这种无限式功能表 因为那时候Jogasquid还没发明 所以雅虎刚出现的时候就只有这样连结可以点 OK 好那这是刚刚看到的 所以在当时虽然只有非常阳春的东西 但是他已经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而且非常强烈的影响 因为在他之前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东西 你可以我放一个资料上去 然后呢 大家可以很方便透过超连结来点来点去就可以看 唯一有相类似的东西就是像PTT这样的东西 但是PTT这样的东西没办法普及 BPS没办法变成大众都会用的 他加上了这个超连结这些东西之后 才变成大家都会用的东西 OK 好所以讲到这些 为什么扯到这些是因为黑科技 那这些黑科技我这几周我会找时间慢慢一个一个 介绍各位背后的内容 否则你们对那些web背后的运作原理 会有超多的疑问 不过现在也一定有超多疑问了 比如说Async, Wait之类的这些 我把这些属于目前看起来像黑科技的东西 每一个都抓出来给你看 实际操作给你看 你才会比较把这些东西串起来 好那现在我们回到我们这一个范例 回到我们这个范例 所以刚刚这里我们看到 你点了他会显示 你点了他会显示 那这个东西的组程式是怎么做的 很简单就透过设定Lout就做完了 设定Lout就做完了 那问题是Lout是做什么事 Lout就是说我前面给他一个正规R4 这里又是个黑科技 什么叫正规R4 你现在看我写这个 你会觉得很奇怪 前面的键号是什么意思 后面的前字号又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JavaScript里面可以写斜线这个东西 他又不是自串 那他到底是什么 这个叫正规R4 这一句话的意思是说 上键号这个是自串开头 这代表自串开头 我要比对自串开头 然后后面的前字号代表自串结纹 自串开头 自串结纹 中间HELLO要照顺序 所以基本上我这个正规表达式就是要比对Hello的意思 而且只有Hello是我要 其他我都不要 接下来再看 因为正规表达式如果是这样用自串就好了 干嘛用正规表达式 再看一个 这个是要比对说 自串开头之后马上接着List 然后接着一个斜线 那因为斜线已经是正规表达式的 开头了 所以你得要把它跳掉 跟那个斜线N 斜线R那些一样 你得要把它跳掉 斜线自串浮化那种 跳掉之后代表说我再比对一个斜线 这才是一个斜线 接下来呢 我要再比对一串的 W W是什么 斜线W是数字 或英文字母 再加上底线 也就是斜线W代表可以当变数名称字元的那些东西 你写程式 变数名称字元就是要码数字 要码字母 要码底线 那当然这里所指的是英文的 不包含中文的 写线W不包含中文的 虽然有些变数名称可以取中文 但是通常我们也不会这样取 最后再就结束了 比对到这里就结束了 所以这里是正规表达式的结束 然后呢 他比对完之后他会得到一个M 得到一个M 代表这个正规表达式的比对结果 Match 这个Match的第一个 Match的第一个 其实就是大括号所刮起来的第一个 大括号刮起来的第一个 所以就是斜线W加比对到的这一个 所以我说ListM1等于M1 你仔细看 他所谓的M1是什么 M1是3373 合理吧 因为他就是我大括号刮起来的斜线W那一串 我把它取出来 所以他才有办法印出这个样子 好 好 所以现在有一点点了解正规表达式了 但是 WM要加一个加号 加号的话呢 这是有特殊用力 如果我只写斜线W 他只会比对一个字母 一个数字或一个英文字 OK 但是写上加的话代表 这个数字或英文字可以重复出现一次以上 写上加代表出现一次以上 你任何 任何 只要符合然后出现一次以上 他都会比对到 所以在这里 如果你只写斜线W 他只会比对到什么呢 如果你只写斜线W 他只会比对到这个3 但是你写斜线W加 他会比对到一成串 这样 了解吧 所以加号是出现一次以上 一次或以上 好 那你也可以写 正规表达式 正规表达式 东西我觉得 既然很杂就杂着讲 正规表达式 我们稍微岔开一下 到正规表达式去 好 我们查正规表达式 好 正规表达式 你看 这是他的语法 那他说 如果是这个的话 就是比对那个字 呃 这有一些 不见得很常用到 我们直接看范例 有没有范例 好 这里没有范例 好 这样看范例会比较清楚 我们找一个范例 好 举例 举例 这个范例 这个正规表达式 AB加C 他可以比对 ABC 他也可以比对 ABBC 也可以比对 ABBBBC 但是他可不可以比对 AC呢 不行 因为加代表一次以上 一次以上 所以一次都没有就不算 所以这个AB加C 可以比对的是 中间一定有B 前后一定是AC 除此之外 B可以重复很多次 那 呃 这里 就是 MDN上面的正规表达式的解释 基本上刚刚那个也是很像 这里再看 看一些例子 看没有其他例子 他都用同一个例子 有了 这些 这个代表说我要比对的是 斜线W 这个是 数字或英文字母 或底线 后面跟着一个空白 斜线S是空白 后面再跟着一样 斜线W 而且都是加 那你看 如果我透过 replace函数 用这个正规的表达式 来套用在这上面 而且这边后面写二和一 这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好 诶 爬掉了 放大之后 爬掉了 好 这里 好 二和一 这边 代表说 你看这个正规表达式 跟他比 跟他比的话 这一块斜线W 他会比到GAM 这一块斜线S 他会比到这个空白 这一块斜线W 他会比到Smith 然后你呼叫replace 这函数的时候 他会把 比对到的东西 给替换掉 替换掉 所以他现在把原本的第一个替换成 原本的 就是原本的第一个 第二个放在这里 第一个放在这里 那本来的 它是John Smith的 就变成Smith.jr replace有这么 这么 这种功能 所以正规表达式 非常好用 你在做自算处理上面 有了正规表达式 你就无敌了 那现在自算处理 其实是一个必备 技术 特别是你做web 是绝对必备 你做其他领域可能还不见得 但是做web一定必备 只要你处理文字档 也是必备 OK 所以在这里你再看 你看 你看哦 这里又有一个正规表达式 而且这是写在HTML里面 然后这在检查啥 他在检查说 这里D3 D3代表三个数字 然后呢 接下来是接 接这个dash 或者是斜线 或者是点 然后再接一个D3 又三个数字 然后再接 斜线E代表什么 可能就是1吧 然后这个我也不记得 然后再接四个数字 所以你可以用它来 抓住任何形式的数字 如果你看它这里有写 这样 它必须要是这个形式 就可以抓到 期望形式是这样 它会抓到 OK 所以正规表达式 其实可以用来做 很强的字串处理功 那我们刚刚在这里 我们就用了正规表达式 好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要用正规表达式 因为 Router 我希望他可以 抓住这些字串 是不是符合这个正规表达式 如果符合的话才去 呼叫后面这个函数 如果不符合的话就不要呼叫 OK 所以我用正规表达式来做Router 好 那我这个Router函数 到底做了什么事 我们直接看呈现 我们的Router函数 到底做了什么事 我们的Router函数 其实没做什么事 它就在Router这一个栏位 我F6里面的Router这个栏位 有一个Map 我在这个Map里面我加去设定 这个Map是一个 又是ES6的新的资料结构 ES6的 多了两个资料结构 一个叫Set 一个叫Map 那Map不就跟原本JavaScript的物件很像吗 Set就 Set比较不像 Map就很像原本的字典 那为什么还有Map 有一个问题 原本的字典里面 Key的部分只能放字串 对不对 有意思吗 原本字典的Key只能放字串 原本JavaScript object的Key是只能放字串 你放别的东西是不行的 那我现在因为我的前面是放一个正规表 R4 所以 我用Map 那所以用了Map就要Map的函数像Set 它就会把Key放RegularExpression 然后呢 最后的直放那个函数 驱动函数 那我最后ReturnList ReturnList的用途是 让它可以写成链式语法 什么叫写成链式语法 这里还没有链式语法 我待会会看到 我可以写F6.Lout 然后这个再点Lout 可以一直点下去 链式语法 所以ReturnList有时候很好用 资源链式语法 好 那这里 就看完了Rout的功能 可是事实上这样没有看到Rout的功能 这样只是把它加进去 但是它真正运作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运作 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Rout的功能是在 OnHashChange的时候触发 OnHashChange触发就是 Hash Hash是什么 Hash就是 井字号后面这一块 东西 它什么时候会被触发呢 如果你井字号后面这一块东西有改变的时候 比如说我这里 改成Hello 它触发刚刚那一个Hello 它触发刚刚那一个Hello 那如果你改成像这个List 它触发这个 如果不符合呢 譬如说 不符合什么事都没发生 因为它触发没有 没有符合到任何一个 所以它不会 不会去做动作 所以 只有符合的才会触发 触发 刚刚那些函数 不符合的不会触发 当那个有改变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的Hash取出来 那你看我有取substrim1 为什么 因为Hash的值是包含这个井字号 我不想要那个井字号来比对 所以我把它拿掉 拿掉 所以我取substrim1 然后接下来呢 对于刚刚的那一个 刚刚的那一个Lout 里面的所有规则 我们用 我们用这个Late 什么 off什么 这又是ES6的新语法 Late什么 off什么 这个off 后面它会取出 Key和Value两个字 一起取出来 变成一个阵列 那 我用这一个 两个一起指定的话 它会把那个 第一个指定给第一个 第二个指定给第二个 所以Key 这个Map的 那个 Key部分 会丢给 I,G,E,S,P 然后Map的那个值的部分 会丢给 是不是 ES6 写起来 就让你觉得很舒服 OK 从前 没有办法写这么漂亮的形式 现在有了ES6 可以写得非常漂亮 然后呢 我们拿 刚刚取得到的这个上面的h值 我们拿这个h值 而且井字号已经去掉的h值 拿来干嘛呢 拿来跟正规表达式做比对 如果M就是有传回东西 有传回东西的话就代表比对成功了 比对成功之后 我就 把这个 F 拿来回忤 回忤的时候把M传给他 再把H传给他 H通常用不到 那他只收到M的时候 他就知道说 每一段到底比对到谁 每一段比对到谁 你看这里 这样子我 收到M 我回忽 回忽这个M 那M1的话就是 Regular expression 比对到的第一段 好 那 既然有第一段 应该就有第0段 第0段会是谁 第0段是整个 Regular expression 比对到的字串 也就是这一整个比对到的字串 第0段 那第一段是这个 那如果后面还有括号 第二段 第三段 第四段 OK 所以就透过括号来代表参数 但是我们不用 不用去发明新的 像Core里面有两点这种 这种东西 那种东西 不用再新发明 直接套用Regular expression 就好 好 所以 这一段 就这样子做完 所以他就做了 Rout的功能 所以未来只要Hash有改变 只要Hash有改变 就会触发Rout 他就会 决定要不要触发某些函数 那这是我们写的Rout 好 接下来看第三个例子 第三个例子 我们今天大概就只看到第三个例子 下礼拜我们还会再多看一个例子 第三个例子 第三个例子是Blog 1 这个Blog1就是各位之前曾经看过的Blog Blog1吗 我看一下Blog还是Blog1 因为我版本问题 Blog 这个你觉得好像看过 好像看过 对不对 不就是Core里面的范例吗 但是他真的是Core里面的范例吗 不是 请注意看 现在这里是RAM.html 而且Core是要启动伺服器的 这个其实也虽然有一个静态伺服器 但是他其实只要这个档案也可以运作 不需要伺服器也可以做 你看我们这里写上去 感觉运作模式都一样 感觉运作模式都一样 我都写AAA这样分不出来 OK 所以他就是上次看到那个 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王子 王子变这样了 从前的王子不是这样 对不对 从前的王子是直接在斜线后面就是王子 现在却是在井字号后面 这代表他没有换页 他这个动作从头到尾都没有换页 之前是每次都要换页 现在他们完全没有换页 完全没有换页的意思是怎样呢 因为他这是一个纯前端层次 所以照理讲 我们 直接把他打开 应该也可以运作 等一下试着直接把他打开 在这个F6 的web ES3 Vlog 我直接打开 这边 有没有注意到我现在根本就没有Server 因为我是在File的Mode File File 所以它是一个纯前端层次 没有用到法端 它可以运作 所以透过这个范例 我们到底想表达什么 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他的层次 ES3 Rub 我们先看 第一个网页 HTML的部分 HTML的部分 其实什么都没有 它就只有引用了一个F6.js进来 然后再也引用一个Man.js进来 接下来没发生什么 但是它里面有一个Section Content 他也有Title 但Title里面是空的 接下来 Man 这是主要的程式 这个程式 是吗 不需要有 不需要有伺服端 因为它全部都在前端做 所以你看我在这个JavaScript里面宣告了一个PoS 好 那我 透过F6设定了一些 路径和 和那个函数的 驱动关系 然后呢 在初始化完毕的时候 就Ready Ready 就是文件已经载入完毕的时候 我会呼叫INIT INIT 会去取得Title 和取得Content 的这个元件 但是这现在没有东西 可是之后我们要透过Title 和Content去塞东西 好 如果我今天要新增 一个 我是 我是 AID AID是什么时候出发 AID是这个 HOST NEW的时候出发 如果今天是这个路径的时候呢 他会传回 这样一段把它塞到Content 里面 所以这是为什么 这是为什么 你在AID的时候 AID就是这个CREATE POST 按下去之后会触发AID 它会显示这一块 它会显示这一块 会显示这一块 所以 你看 AID 显示的不就是那一块 NEW POST CREATE NEW POST 这些 那我这里有设 那我这里有设 输入栏 我有设 ID 这样我才可以定位到他 当我这边按下送出的时候 那我这边按下 送出的时候 按下这个送出的时候 它会做什么事 它会呼叫CREATE 呼叫CREATE CREATE 会创建一个新的POST 然后呢 这个POST的TITLE 就是那个TITLE栏位的字 POST的BODY 就是那个BODY栏位的字 两个抓出来 创建一个新物件 把这个新物件新增到POST的更列 新增到POST的更列 新增完之后 我呼叫F6.GO 这个GO会改HASH 里面的值就是HASH的值 所以一旦GO这个空的HASH的时候 它会回到 回到 更入 请注意哦 现在这个HASH值 是POST NEW 我一旦按下去之后 它的HASH会不见 但是 它会触发另一个函数 会列出所有POST HASH不见 但是却列出了所有POST 下面 比例 OK 好 所以整个运作原理大概就是这样 你看到 当 根据 根据这些 ROT的规则 来触发函数 每次都会改HASH 改HASH又会触发另一个函数 就这样 所以透过这样子我们写一个纯前端的Blog 应该算留言板不算Blog 留言板 纯前端的留言板 就这样写完 完全不加伺服器 单一个 用HTML直接开就可以 那你有看到我在这里我用了 上礼拜教的那些东西 上礼拜教是什么 ES6的模板字符传 所以它里面可以塞像这种栏位进去 你可以把外面变数直接抓进来塞进去 甚至你里面还可以呼叫函数 上礼拜看过 把那些程式全部都移到前端来 还是可以做 所以现在你看到这个程式 你知道这是前端工程师做的事 那 原本我们Core的Blog 那个是后端工程师做的事 那 下礼拜我要告诉各位 那如果我把这个Blog做成 前端加后端 都要做事呢 也就是我希望把Post存在 存在伺服器上 这样子我新增了什么讯息 你就可以看得到 你新增了什么讯息 我就可以看得到 那这样怎么做 这我们下礼拜再看 但是这一个是前端的 所以我新增什么讯息 只有在这个画面才看得到 一旦你离开这个画面 或重新整理它就不见了 你看我这一个 我这一个如果我现在重新整理 对不对 因为你重新载入那个Post 就重新设成空正列 所以就不见了 但是你有没有办法做一个程式 让它重新整理 不会不见 可以 因为有一个东西叫做Local Storage 它可以在你浏览器里面 存一个东西 那之后还可以取出来用 所以如果你使用Local Storage 那同一个浏览器的人 可以共享那些资讯 是可以让它不要不见 是可以让它不要不见 但是我现在这种写法不行 我现在这种写法 会不见 那我如果要让它不不见的话 我必须要把这个Post 是给存在Local Storage 这样子它才不会不见 那可是这样子 还是不符合网站的要求 为什么 只有这个浏览器的人可以看到共同留言 你有看过这种留言版吗 那别人同样连到你这个网站 他就看不到你的留言 那你留言到底要给谁看 给自己看 或下次自己再上来的时候看 只能这样 你现在这个留言版就变成 如果你存在Local Storage 它就是给自己下次进来看 但是别人都看不到 只有这个浏览器看得到 这显然不太符合 显然不太符合 好 所以你要看 什么东西要放前端 什么东西要放后端 这是要仔细考虑的事情 今天讲的够长了 所以我们先休息20分钟 讲到这边告一个段落 各位仔细去看这个程式 剩下的时间 今天应该就是给各位了解这个程式